昨天我終於把舊家的東西都搬到新家來了 等於舊家的那邊的事情我已經都完工了 能夠有這麼樣子很快的就是完全的搬好 主要是我的女兒在前天有來幫我做整理 整理了一天 然後整理得很累幾乎都她在做的 我只有說這個要與不要 當然第一個原因就是我眼睛有動手術 我不能拿中的東西 然後再者就是說 因為其實真的是不會整理的人 然後我女兒說 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什麼進展呢 我就說因為真的我不會整理 我女兒說你真的沒有見過這麼不會整理的人 我說對啊女兒你好能幹喔 你這麼能幹最主導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你有一個不能幹的媽媽 然後我女兒就沒講話了 確實是如此 因為我的不能幹我的兒子跟女兒 他們都會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他們自己的事情 對 雖然我女兒跟我兒子的個性截然不同 做事情的方法也完全的不一樣 可是 確實是讓我很少費心的 世界上有這麼幸福的媽媽媽 我太幸福了 就這樣囉 那我要開始來吃文 早餐 肉鬆 肉鬆 蛋 吐司 還有一杯 咖啡 就這樣囉 拜拜 明天見